本分局贺岗派出所副所长彭光义 于日前执行巡弱勤务时 巡经苗栗市新东街一带 发现一部知晓客车行迹可疑 且车辆停等红灯 违规超越停止线 及虚弦难检盘查 经盘查驾驶人黄南发现神情异常形状 只往车内置物箱翻找物品 远景当下直觉有意 一再询问翻找何物时 黄南趁机企图脱身 并将一包毒品往车外丢 索性远景好眼力激紧发现 当下与黄南发生推及拉扯 待资源检地赶到控制现场后 随即在路边找到丢弃的毒品 安非他们一包 黄南自知无法脱身 并坦承为其所有 立即将其以现行犯逮捕 全案警循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御条例 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